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萌 今天來帶大家開箱國賓飯店的行政套房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張雙人床 可是它的雙人床我覺得尺寸偏小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個蠻舒適的沙發 算是L型的沙發吧 我覺得是還可以 我們剛剛好像checking的時候被告知說 我們今天被升級到比較大的套房 那這個套房當然有在家頭上 反正是沒有被升級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可以移動式的電視 超棒的 我家裝潢的時候 都沒有想到可以裝這種活動式的 然後下面是我們的小冰箱 打開之後有各種飲料 但這些飲料應該都是要另外付費的 價錢是多少就不吃到了 然後 這裡是衣櫃 超打零櫃 它除了有提供運好之外呢 還有 浴衣 只會很意外 這邊好像蠻多日本會入住的 因為剛剛我們來checking的時候 行政套房的櫃檯 它以為我們是日本人 所以就跟我們講這個地方 來 然後 這邊是浴室 浴室的話呢 它蠻特別的是 燈光它是可以控制明暗度的 一般飯店好像都沒有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然後流理材這邊附的 麥魯洗髮精 算是蠻乾淨的 最基本的乾濕分離都有做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浴缸 單人的 深度蠻深的感覺 晚上泡個澡應該會蠻舒服的 還有一個地方是一個小小辦公桌 商務人士一定會非常喜歡的 辦公的空間也算是蠻寬敞 這裡打開就有各種網路線 然後 多國的插座 這邊還有一個 文具盒 有基本的筆 湄工刀 剪刀 訂書機 跟一些雜子啦 冰桃子之類的 不愧是行政套房 真的是很齊全 這個是調節房間亮度的開關調節器 現在把燈開到最亮 它跟一般飯店的那種設計不太一樣 感覺比較精緻 以停電 然後 晚上的模式跟睡眠模式分別是這樣 旁邊還有一個非常精緻的小手電筒 欸 停電也不用怕啦 另一旁邊玩家 有很大的多幅度 就換回家 然後再做配裝 再給你的裝備 開小口 有兩個小檔 就在排鑣地上 然後再給你的 跟他喝無機 照片 就算是在空氣 每一個紙 今天會突然入住行政課堂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一卜二十的優惠 那他可以入住行政討訪一個晚上 然後加上他招待Acard雙人套餐一份 那一般來說吃Acard至少要五千塊左右應該是跑不掉的 然後加上行政套房他其實一個晚上就要八千多塊 那這個專案價的話行政套房加Acard晚餐一份 然後還有含一份早餐 那這樣總共費用是八千八百八 其實是非常便宜的一個價格 然後他會不定時的出現在網路的優惠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這些資訊 然後現在我就要去吃Acard囉 就算了 這個非常好 我在網路上調整一下 連接著大家猶豫 不是很大 在網路上放到網路上 部門建議 多遠盒 不是很快 這些非常快 我們航路地 早安國賓飯店的早餐有三間可以選 然後一間是日式料理 日本的傳統白餐 然後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還有另外一家是明明西餐廳 它是比較飯店一般的規格 中西式合併的早午餐 然後還有一個是新生套房 會在11樓的精緻美食早餐 然後剛剛三間我晃過了之後 覺得還是中西合併的 雖然比較一般一點 給它選擇性比較多 然後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吧 謝謝家庭 我們要是日式更新的 有趣的 我們要來分享一下